大家好 又到這個 辛亥百年華滄桑 今天我們少了一位 老友 麥先生未到 麥先生可能 應該今晚有一個 好像是 辛亥革命建國百年的籌委會要開 我不知道是不是開到 不亦樂父 又談不完 走不了 這樣 一開始 我先講一下 中國文化協會在8月20日 星期六下午3點到5點 有一個講座叫做 孫中山與日本 有意思 哪位講的 林啟燕教授 這是專家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在2011年8月20日 星期六 在中國文化協會 九龍窩打路道79號 H 宜安國A座3樓 請大家到時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出席了 是 這個值得去的 是 林教授是真的 在香港來講 是吧 他在香港來講 講日本的中日關係來講 在今天來講 他應該是專家了 應該是專家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要聽聽 孫中山與日本 這個節目 是 這個很有意思的 因為 孫中山先生那個 對日本的思想 其實影響了很多人 包括影響了後來我們要講的 不是今集 是 之後會講的 汪精衛 為什麼汪精衛會賣國呢 其實跟孫中山有些思想 是 有些牽連的 但是當然 後來他就走火入魔了 所以 這個是值得聽的 但是 汪精衛好像 如果我講得難聽一點 就好像我們語蠶片 那樣 他沒有出可以做的 是啊 而且汪精衛這個人 就是 有時候真的很笨 又很誠實 真的很笨實 哈哈哈哈 就是他 很多時候就是 為了要達到自己的目的 竟然是相信一些 永遠不可能實現的東西 是 就是 他一直以來都是堅持 就是堅持他做完 一些很豬鬥的事情 是吧 就是從這個 早期啊 北伐 或者再早期一些 就是 民國建立 一路到處都是壓錯補的 是沒錯 是 也好啊 雖然壓錯補而已 但是也沒有 沒有丟臉的命制 是 都是一個 每一次都逢空化吉 雖然都累死很多人 或者累死很多 很多件事 但是 都是這樣 算是這樣 我們找一集都會講一講 是 這個人 這個人都很全奇的 是 全奇一生 好了 我又想講一下 錢興 你本來是教書的 是 是 無緣無故開了一間餐廳 是嗎 其實我認識你 沒多久才知道 就要求你給我一張卡片 我們來光顧一下 是 千萬不要客氣 謝謝你 結果呢 我也去了兩次 是 謝謝 是 鋪仔 小小 都是一些 一聽出來的地方 嘩 那裡 很難去的 錦田 大哥 在我印象中 錦田是一個 荒蕪之地 只有農田 樹木婆梳 是很難去的 原來 在錦上 即是西鐵的錦上路站 走進去 又不是很遠的 就在錦田的旁邊 是呀 沒錯 因為錦田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以前 在英治時候 其實那個地方 是煙花之地 是嗎 是呀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駐港英軍 很多時候 一放假 是呀 這樣就 下去是開心的了 所以 在那裡 有時間 你看看 舊招牌 有很多酒吧 但是 自從 英軍撤退之後 那裡 那裡 就開始 即是成為解放軍的軍營 那裡 那裡又不可以出來的 那裡不可以出來的 就是 煙花之地都無無可處 密石 是啊 所以 在九七之前 其實那裡 其實那裡 是很多 即是 風流快活的地方 是 那麼 很多時候 有些 有些 印霸 有些 菲律賓 那些 人士 在那裡 就出入的 那當然啦 因為英軍 就講英品為主 所以 通常都是那些 這類人士 是去 從事 一些服務的行業 那樣的 那就是 令到那裡幾繁榮 雖然 鄉下地方 但都 別有一番風味 是啊 那當然 那當然 那 石江裡面 也有很多 是少數族裔的人 也是十分之好的 那變成 現在看到 在錦田裡面 在石江一帶 其實都有不少 是 當年 留下來的 一些 少數族裔的人士 他在那裡 都是一樣 這樣 去 貢獻香港社會 一直這樣 生活下去的 那其實這個 就是 說明了 就是 錦田的地方 雖然是小小的社區 但是有傳統的鄉村 也都 有 一些小數族裔的 一些 活動的痕跡 還有一些活動的 形式 那 所以是一個 就是 說明了香港是一個 多元化的社會 來的 好啦 那 其實我都沒有說完的 是不是 我們講到 就是 你 老兄在那裡開了一間 餐館 是不是 那我介紹一下 有什麼特色先 那我就吃過 不過我 我說說不完 大哥 當然是請你們自己說 那 多謝你這一段時間 那個廣告時間 那 其實呢 基本上都是 跟朋友一起去 經營的 那其實呢 我是外行的 老實說 那就是我朋友呢 就是專家 那那裡呢 其實是一個 是說 是吃一些 上海菜 江節菜的 一些地方來的 那 當然啦 所以上海菜江節菜 就必定要跟香港的口味 是互相配合 那 所以呢 那裡來講 基本上都是 比較是清淡 而且呢 俗語所謂 就是絕無味精的 是 以這個呢 是 抵食 好吃 還有呢 吃得開心為主的 有些什麼名菜啊 呃 名菜呢 基本上呢 就 雖然是 聽說出來 大家都說 哦 原來是這些 但其實做的過程 是有 要心機的 就是所謂的心機菜來的 有些要 好像隔也要訂才行 是呀 因為不馬上做到的 那當然啦 有些地方可以即叫即做 那但是做出來的效果是 一定 一定是 沒有 就是 最高水準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譬如說是 有些是要先醃的 嗯 這些是醃製的時間 那些 短不了的 即是如果你真的要求很高的話 那你要醃製半天才入味的 那你沒有理由說 喂 一兩個字就搞定了 是吧 那 那有些的菜呢 譬如說是 無石骨 那有些是 獅子頭 那不要看輕 這個獅子頭 這個獅子頭呢 是要醃製的 而且呢 不是即叫即做到的 因為你醃完之後呢 你還要將它剁成這個 是肉球 那然後呢 才可以呢 是入味和鬆化的 那我證明啦 因為我吃過了 那真的非常好吃 又沒有味精 尤其是 我最欣賞的 就是第一道 第一道 就是湯 湯就好喝到一暈了 謝謝 因為其實 老實說 食呢 烹飪 其實香港很多專家 食家 香港也有很多的 很多人都很喜歡吃 也都覺得吃是享受 但是呢 很多普羅的食家呢 就不會說自己 我是食家 但是他們呢 一入口就知道的了 一入口就知道 好吃 還是不好吃 入口變成龍與鳳 是 沒錯 那你那間寶號叫什麼名字 叫做城樂廚房 就是盛實的盛 盛實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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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盛 是 廚房 類似那些私房菜那樣 一半一半 因為現在香港來講 我們都是走大眾化路線 就是 太過私房呢 那就變成曲高和寡 是 但是你說太過普通呢 就好像沒有什麼特色那樣 是 兩邊 就是兩個 領域中間 就中間落物 那在這個 錦田大馬路 錦田大馬路 對 錦田大馬路 錦田大馬路 對啦 3號到2號 2號 錦田大馬路 對啦 我小光顧過兩次 那大概都是 剛才說了都 應該是六七個菜 七八個菜 大概 一百一個人 一百美人左右 已經很足夠了 吃得很飽出來 好像我似乎捧著肚子 幾乎還要獲利回肚一點 非常便宜 如果大家走開那頭 去錦上路站 大概是十分鐘 慢到慢到十分鐘左右 好像我們的腳步這麼快 都是五六分鐘左右就到了 非常方便的 錦田是這麼方便的地方 因為有個篩鐵之後 錦上路是十分之重要的 對錦田發展 所以現在在錦田 如果你要租一些村屋 租值是貴很多的 沒錯 城市交通帶動市鎮的發展 其實這也是一個 我們所說的通識教育 即高中學制中 通識教育的其中一個 即是可以參考的一個例子 那 交通方面一定會多人 多人就會多生意機會 多商業活動 那個地區才會發展的 運輸 交通運輸很重要 即是 即是 無論是黃金十年也好 無論是二萬五千年長征也好 沒錯 交通 運輸 很有影響 所以即是 一個交通運輸 令到那個地方發不發達呢 就真的看 那個政府有沒有 有沒有遠見眼光 遠見 這個很重要的 當然 香港 西鐵已經 都OK 從開始 早期的時候 沒有什麼人搭 到現在都很悶 都很爆 很厲害 所以就不用什麼動車高鐵 大佬 就是那些 用來搞的 動車高鐵 就是快的就會 車位人亡 大佬 就是 香港又不用去到這麼快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搞 搞一條動車 搞一條高鐵 我們 麥慶回歸 我說這麼久 其實等他回來 他一回來 就精神了 他們就入正題了 說到這裡就可以入正題了 我們一開始呢 是 就說這個 你有什麼話說 你是不是在開那個 辛亥革命建國百周年 有什麼公開 其實剛才都開會 主要有些活動要搞一下 特別是10月10號 都會有一個活動 星期天禮 不過其實都想借這個時間說說 其實下個星期香港 有件事 呼籲大家要 幫一下 強哥 強哥就是小強 小強 小強來香港 我想我們要去剪載 政府總部剪載 你跟他賀慶 我們賀慶 我們現在要賀慶 我們現在要賀慶 強哥就是小強來到香港 由我們 由中底100年 祖國來到香港 我們待會要說一下 對 我們也要談談 我們香港可能不要高鐵 大佬要抱算 麻煩 這個很重要的 都呼籲大家到時出席參加 我們麥卿 人民力量負責這次行動的指揮 我們一眾 招呼小強 一眾 我們聽眾 聽聽聽聽 我們 我們說要聲音 對 還有欣賞 一起去 一眾 去歡迎小強回歸 小強回歸 香港 哈哈哈 我們一開始就說一個很長的地步 打到那個地方幾乎整個中國都去暈眩 走暈了 他說了六萬公里 二萬五千里 後來有些鬼子佬 有兩個記者 度過的 他走過 根據當年的長征的路線走一片 他說跳一半都沒有 二萬五千里 一萬二 一萬二都沒有 但是他們共產黨黨是說走了六萬公里 就是這樣說 是不是全部合起來 所以這個其實分三段 我猜應該說 你在那裡被人打 他在那裡流傳 在那裡流傳的步伐都計算 可能在那條村子走九十幾次 那些路線都計算 如果你真的根據那條路線 變差度有二萬五千里 你說我說 其實還有一點大家要理解 當年他們走出蘇區的時候 其實不是日後走的 是晚上走的 你知道當時沒有街燈的 是 是 攀山 沿山沒有街燈 攀山過兩天晚上走 只是日後睡覺而已 睡到下午 然後黃昏時間就起床 吃完飯 然後執拾行裝 就斬一下粥 斬粥 斬粥做什麼? 斬粥是做火把 火把這樣燒的 擷著火把 especialmente走 然後就走 所以呢 一個就是一個走 你知道呢 看見月亮 就關了火把 沒有月亮 那個時候就 什麼火把走 所以走來走去 隨時在山上 是 那時候也沒有指標 又不懂看北斗星 雖然很多農民都懂得觀聖 但是這個就真是 所以為什麼你說走到六萬里 總之黨史寫六萬里的 共產黨當時 有位網友叫Suey 呼熱小強 小強是你一強 你一強就會下星期來香港 參加這個中大一百周年 和這個政府總部開幕 我們麥兄就會 找一些我們人民力量的 手足們一起去 反映意見 反映香港人的意見 我們香港人要就要普選 謝謝 解答了這位Suey 繼續 好 有人說 當時因為國民政府軍 追著這群共軍 去到北無之地 他們又回過雪山 又渡過河 那些補給不計 沒錯 結果要吃皮帶 皮鞋 背那些手槍的背帶 一起做的 即是煮來吃 你覺得 是真是假嗎 其實呢 有什麼傳言呢 當然有它的來源 但是根據有很多人這樣說 其實呢 有一半不是事實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想一下 不要說那個戰爭 你想想 離開蘇區的時候 其實都差不多 小的就八萬人 大的多的就十萬人 即是說十萬人去一次旅行 大搬家 大搬家 是多麼厲害的事 所以呢 我們不要理之前 有些歷史怎樣說法 其實呢 現在最近的一些研究 發覺 其實呢 中共呢 紅軍離開瑞金 其實已經籌備了一年了 即是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時候 已經開始準備 並且就部署了 怎樣部署呢 叫農民 即是 早差不多一年前 就叫農民 你們收割好了 收割好了 就把糧食搬到糧倉那裏 那麼就 也都在各地方呢 去招募那些是 新兵 它叫做擴紅 擴就是擴展就擴 擴,雖是紅是紅是紅 之後呢 也都出了一些指印 什麼時候呢 就走到那裏 什麼時候走到那裏 那麼 並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時來說 在蘇區有一個叫中央銀行 都有中央銀行 那麼那個銀行銀行的 那個銀行銀行長是誰呢 就是毛澤東的弟子 自己簽 毛澤民 毛澤東就知道要離開這個地方 於是問我們好不好把那些錢 把那些銀元那些錢放在一旁 當時毛澤東就說不要 因為你放在一旁很容易給別人 一旦就拿光 一旦清袋就掛光 他就說不如不要 不如就派給部隊 一人就放在一旁 一人就放在一旁 化整為靈 對 最後很多人在打仗的時候 不能死 但又離開了大隊的人 那又怎樣呢 就走到農村 那靠什麼 找些農民幫忙 難道你百口嗎 於是有很多人身上有少少錢 於是就找到農民 幫忙一下 我給你一點錢 你接濟向我 這樣就過得活的 所以就是 有一部分 就是 是靠這些 活到命 所以 共產黨當年來講 有一套部署 準備離開這個稅金 同時 他們離開的時候 特別是第五次圍繳 是 打了港昌之役 換戰之後 是 輸了一獄金 是 最後就決定離開 其實他們分三隊 紅一軍 第二 第六軍 還有四分部隊 是 基本上他們第一次離開的時候 正式離開蘇區 大撤退的時候 其實他們大搬家 搬到寸草不留 那些家當全部搬 禍又搬 連馬桶也搬 水渠蓋 誰都搬 搬下了就搬 即是槍槍啪啪 不代話下 那些都搬 然後搬 搬物之後就搬人 然後 立了農民 農民 農民 我分個田給你 你打個土豪 南軍 國民黨來 你就死了 你不跟我走 你就不行 你拿了我的好處 你也是屬於我們的人 你是紅軍 你的部隊 你一定要把他們抓走 那好吧 有些被哄到跟著走 當身兵 當身兵 有些不肯 照抓 抓他走 拉撞丁 拉撞丁 他們分紅軍 所謂指導員 拉撞丁 是非常壯觀的 他們當中離開蘇區的時候 是非常壯觀的 他們搬到家當 搬到寸草不留 特別一路走 最後發展到 因為其實正正走了 嚴格國 就走了 中央軍走了一年 走到閃西 但加上其他 就走了兩年 兩年 在這兩期間 最初走的時候 當然是威風 什麼鬼都帶了 結果被沿途追擊 一路走一路扔 一路走一路扔 對 然後把東西扔掉 然後輕裝走了 毛澤東說輕裝 其實是被人追著 然後走了 你難道還帶著馬通走嗎 大佬 把他扔掉了 整個山都瘋了 那時候不用談那麼通地 好了 那雙兵 其實那時候沿途走的時候 雙兵是最嚴重的 雙兵嚴重的怎麼辦 雙兵和小孩子都很嚴重 雙兵是怎樣 輕雙的 跟著符 兩個夾一個走 喂 這是資產來的 那不是負累 大家搞清楚 人對他來說是一個資產 不是負累 雙不要緊 都可以打的 行得的 雙當然可以打 好 如果真的傷到重 沒辦法了 就放下 要記仰 在農民那裡 剛才是錢這個位置 他們有錢 有錢給農民 給錢給農民 然後記者 沿途很多雙兵 那些重傷 其實嚴格說 就不是很重傷 坦白說 為什麼呢 因為沿途 當時國民黨追擊的時候 飛機出擊 追擊空中掃射 但是空中掃射當中 你知道那時候的飛機 不是現在的 不是大佬 這是第一 第二 那時候也有很多地方 沿途有所謂打回戰 打回戰 其實也不是很傷 斷手斷腳 那些 記仰在農民那裡 還有說 這是紅軍 紅軍戰線 我回來的 我們會回來的 你好好善待他 我善待他 嚇嚇他 嚇嚇他 你知道農民很害怕 真的 有個紅軍在那裡 第二 真的住在那裡 接著 國民黨一來的時候 又害怕 害怕什麼呢 糟了 如果被人知道 有紅軍在那裡 他又害怕 於是 就擱著那些紅民 又不敢出聲 保護掩護他 所以最後發展 因為其實 所謂二百五千里 所謂的長征流鼠 其實是走來走去的 轉來轉去的 其實轉來轉去 反正走回頭 就收回一些雙兵 有些沒有回來 就是留在那裡 最後 為甚麼 後期的發展 包括 將未來抗日的時候 又有些有擊隊 以及打大戰的時候 為甚麼 那裡 又有些 他們所謂的敵口 之類的 這些雙兵 就是留在那裡 留在那裡 第二 就是 鄭英哥說的 當時 你知道 拖男帶女 特別以我們的 他們的村子 毛主席 就是 沿途顧著愛情 他也有三個三件 大哥 沿途? 沿途幾件 還有寄飲給人 把兒子丟下 把兒子丟下 丟在那裡 腿也是這樣 其他小孩 全部寄飲 所以這個是 下一節我們再說說 對 但是就是家眷 打完仗 沒什麼好做 做別的事情 對 就是 當時 你帶著小孩 去翻山月亮 的確是很困難 所以都被丟下 重傷的傷 那些小孩子 那些嬰兒 當時是挺慘的 全部都被丟下 剛才麥兄說 放下農民家 有些地方有農民 這個是毛主席的兒子 善待他 嚇到農民害怕 錯了 那時候毛主席的兒子 沒有人認識的 你毛主席是誰 毛主席都還沒露 那時候還沒威 因為他真的做了 中華蘇區主席 那時候那個是空位 沒有人理他的 沒有人理他的 那時候那些雙兵和小孩 都很慘 你說去到那個村 有人修養 那條村沒有人修養 那怎麼辦 老實說 因為這些對一隊軍隊來說 是一個婦女 絕對不是一個資產 拖慢了去走 雙兵是一個資產 重傷那些 輕傷就是資產 你咬柴當然沒所謂 斷手斷腳 這個人都不能打得上 我還拖著你 我就把你扔下山了 對 第一次講到這裡 好 興奮過頭 我們第二節再繼續 好